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盛下半杯水的浙漢 便會湯 若失去缺乳汗 代杯裝水半杯滿萬事半空 敬騎和大叔 點幾鐘了, 這麼晚怎麼回事 李宗盛, 你跟他說 他有事不見了, 要過來這裡找 你別告訴我, 我這房子比較光亮 你過來找會更清楚 我跟你是調換了房子 我絕對有理由相信我不見了 有很大機會留在這裡 這房子不會走, 你明早過來找也行 是嗎? 你去找吧, 他不找不死心 大叔, 你信不信 如果我不是給你面子 我馬上打電話去猜拳 說有人善闖銀居, 擾人清蒙 我相信, 所以我早來一步讓他找尋 整個人凍在這裡, 無非都是我有面子 鄭英喬 地毯攜手查了一小時沒有就沒有 拜託吧 究竟你不見了什麼這麼緊張 你這房子是香檳色的? 趁彩鑽會不會太嬌呢? 趁白鑽, 清清的, 整個輪子就會統一 這房子會不會太嬌, 是嗎? 這陣子早收拾反局多了 那些戒指我又戴過了 又不想為了人家的Annie Dina 浪費錢買一隻來迎賊 我的戒指, 怎麼會不見了? 我又不見了那隻小戒指 那隻戒指是什麼形狀?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總之你找到那隻戒指不是你的 就過來問問我, 好不好? 謝謝 這隻小戒指會這麼緊張? 蓮姐, 你真的要找清楚了? 家裡只剩下馬桶, 還沒拆開來找 會不會掉在街上? 好, 不如你說清楚這戒指是什麼 總之你們撿到這戒指不是你們 就讓我看看, 好不好? 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不好意思… 說了一個電話, 說久了 今天要和你們聊的是 農福和村上蟲 接下來第二季的交通系列 第一季的銷售盈利 你增進了三十個百分比 合作得不錯 但接下來第二季就不太樂觀 我們的合作可能會有點阻滯 但明姑娘, 我還沒開始跟你發明 你覺得他們會不喜歡我設計嗎? 有機會他們不喜歡的不是設計 是設計師 上一季他們是和Edmond合作的 他們對Edmond十分滿意 現在對我們新業手的人沒什麼信心 我還收到封面, 黎德花那邊已經正在 他們很希望和村上蟲那邊合作 那些日本人真是窩心 找了人又怎樣 不讓他換得更好的嗎? 日本人想法是很值得的 在未曾見到任何成效之前 憑沙子去平和一個人 這也是人之常情 這個村上蟲有多厲害 有料的人有時候很有性格 但是你也不可以說不佩服他 最近他要和LBCrossover合作設計手袋 一推出市面, 不用三天全線斷貨 炒價漲了五倍, 依然大受熱捧 這個手袋買了多少錢 怎麼可以跟我們的鑽石比 那個Crossover系列 最便宜的手袋在門市 都在賣八萬八 光是我這條電話繩 也要一大約三千元買單 但是這條電話繩 真的整個電話都很貴 真的不用用刀 用這條皮繩 就可以拿到小妹子一頸血 難怪只有她這麼學 還有幾天 村上蟲千山就到了香港 我已經和她約好了 談合作的事 阿翹, 你要準備一下 大明姑娘, 長賬都輸了一半 還準備什麼? 準備提案 雖然說我們人面不大 但是也要有體育精神, 貫徹自衷 就算生意經不成功了 拿到一張八折卡帶收獲 好, 上會 我們不想浪費時間了 因為來得快, 朱寶城已經找過我 不過我和你們龍福有言在先 和你們打個招呼 我想我們這次來香港 最後一個拍檔不會是你們 對不起 村上先生, 你這次的行程這麼緊密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再約到你吃飯 這頓飯你要好好享受 來, 乾杯 乾杯 什麼環境? 最後晚餐 我真的別說了 那就可以風花雪月, 談笑容兵 村上先生, 你好 你好 這位是我們的首席設計師, 井橋小姐 井橋小姐,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因為塞車所以我遲了 不要緊 謝謝 我真的很欣賞村上先生和LB的 Cross Over系列 謝謝 不知道村上先生這次來香港 會不會順道去LB的旗艦店 巡視一下 會的, 我們預計明天會過去 那村上先生真的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你設計的手袋很受歡迎 很多人為了擁有這份光榮 排隊去買, 排到外出的 謝謝 你和你的偶像一起吃飯 你一定是覺得很光榮 是的 我本來今天也想拿著 村上先生的光榮來見你 但是等待桌子到第三頁 還沒輪到我 因為我們限量版的手袋 要很複雜工序 還有全部人手做, 所以供應比較少 對不起 我知道 這麼巧明天我保駕 不知道村上先生幾點會去LB呢 或許我會裝上你 順便可以檢查一下 我還要排多久 你想黏著村上蟲駁大帽 你信不信 拔著他三尾, 馬上有貨 兼有八折 謝謝 你只顧著把手袋 忘記了一些基本的禮儀 是的, 對不起 請小姐, 算我唐德 我想問你會不會有另一個姓 我前夫姓馬, 不過我們剛剛來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問你會不會有機會姓澤西 澤西? 是 不是, 澤西是藏族人的姓氏 是, 村上先生為什麼這麼問? 因為井橋小姐 像我香咖哩奶奶的一個好朋友 摘西達雅 終於吃飯了? 沒什麼胃口 我叫了梅士文和我去買一份三文字 你又不吃? 昨晚那頓, 吃飯 是嗎? 怎麼樣?井橋有沒有找你? 井橋今天補價 他跟村上松先生出去吃午餐 大叔你忘記了 我記得 那他有沒有打回來 跟你匯報阿俊子 你說得井橋好像出去當禍弟 村上松先生是以朋友的身分 約井橋出去吃午餐 他不需要跟我做任何匯報 你真是相信村上松說 井橋的初戀情人, 阿澤細嗎? 是澤西達雅 什麼都好, 香格里拉在一個山區裡 那裡的女孩子全部都黑黑實實 井橋是白白正的 或者這個特別一點, 靈寫天生麗質 有這麼巧? 你看不到村上松 見到井橋生枝貓入眼 我也相信村上松很想井橋 否則他也不會馬上開口 請井橋今天要出去吃午餐吧 那我們算不算默許井橋 利用美式促城雙方合作呢? 村上松先生沒有提過合作的事 之後也沒有說不合作 他們的吃午餐不是我們處合的 我們也沒有阻止過 拉叔 不, 你想想 他本來約了黎德快 但推了他寧願跟井橋在一起 我總覺得我們好像推了井橋 下火坑一樣 吃一頓飯而已 我知道…雖然不是理性 但我個人感受, 我感覺到 不如你這樣想 你這樣想就會舒服點了 井橋盡地主之宜, 接待客人 即是接客人 拉叔 我心裡有點硬, 先弄一塊藥 我在香港這麼久 還沒吃過這麼好的法國餐 本來還打算盡地主之宜 誰知道原來村上先生你比我還知道 是因為井小姐的工作太忙了 是呀, 我前一段時間很忙 在想第二季Crossover系列的主題 我希望用日本的櫻花和紅葉 來帶出大自然的美 最美, 這個世界上應該就是香吉利奶 井小姐, 你有沒有去過香吉利奶 沒有, 我連系列的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做美麗有序 對, 跟四季的變化 而衍生出四款不同的設計 對, 名字很重要 是 當初我被扎西達雅這個名字 深深吸引著 井小姐, 你星期幾出世 因為從西藏話來說 達雅等於月亮, 星期一的意思 是嗎? 我真的要回去查曼蓮力才能回答你 孫聰先生 不知道你對櫻花和紅葉的取材 有沒有什麼意見呢? 我也喜歡月亮 月亮也好 不過好像比較平凡了, 是不是? 他一點也不平凡 當初我一看到他, 我真的愛上了他 我們一見鍾情 我甚至想帶他回日本結婚 他肯跟我 但可惜他家人反對, 要生要死 結果他在愛情和親情之間 他就選了親情 我們這段愛情, 那就無疾而終了 有時候緣分的事真的不能強求 簡單得像一個袋子 無論你多喜歡也好, 沒有就是沒有 井小姐, 我打電話 隨便 SAM, 你給我去LB看看 限量版的手袋回來沒有? 有的, 給我留起它, 你說是我買的 井小姐, 你要那隻積皮流蘇的Toe Bag 還是那隻咒接閃寫的Toe Bag? 是 你不是我嗎? 是 Toe Bag大大件, 隔壁街也看到 Toe Bag大小一半 但有閃寫, 放下去經費很多 那天通風了, 可以日日揮人日曬 Toe Bag小小過襯你 多襯都假, 武功不受錄 井小姐, 你要有格調一點 拿著手袋, 不知道有多格調 人家乘以拳拳鬆上門 不要太對不起自己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的 阿姆, 井小姐, 你還在吃嗎? 這餐我從廣東有他請的 女生人家是要在適當時候說不 Yes, No Yes, No 我決定不了 決定不了, 兩個都要 你給我兩個都訂起來, 就這樣 川上先生, 我不是這個意思嗎 不要緊, 我訂了 貨到, 馬上送給你 大家手上這份計劃 是我特別為川上松 接下來第二季的交通系列做的 我希望用日本四季的特色 即是春天的櫻花 夏天的紫陽花 秋天的紅葉 和冬天的梅花 你要做首飾設計的意念 我們合約還沒簽 我們的設計圖全都出了 這樣可以讓川上先生覺得 我們很有誠意 為了表現四時之美 你竟然做齊這麼多款工貨 那如果比賽是我 我才覺得你誠意十足 做這些店看得這麼漂亮 各有特色 難怪, 早上見你每天都紅貓眼 不過川上從一開始 沒有合作的意圖 我怕簽不成, 竹蟲 因為之前他覺得我未夠班 但這次我很有信心 這個計劃再加上我的講解 他一定會幫我們龍福簽約 這份計劃真的做得很好 我真的想不到 初初我還以為你會… 我會怎樣? 我想你可能會放棄 因為人比人始終的感覺是不好受的 但想不到你很積極 用表現去爭取 對不起 你好, 井橋, 村上, 妨礙你嗎? 誤了, 甚麼事? 我想約你明天星期六去澳門玩兩天 星期六?即是後天, 這麼急 沒辦法 我星期一就要回日本了 你不會這麼狠心地拒絕我吧 不會 就這樣決定吧 我幫你預約酒店和選票 其他事情明晚吃飯再談 還有, 你們倆手桌有貨 順便明晚拿給你吧, 再見 再見 這麼快就約定星期六的節目了 不是, 舊同學約吃飯而已 你們兩個年紀都不小了 有什麼就心平氣和聊天 你怎麼這麼生氣呢? 今天的議題就是 井橋, 即是我 應否與村上重, 澳門一游 那就對了 你到底跟人家合作的應酬 可能很應該的 你的心知不是普通應酬那麼簡單 他對你有什麼期望很明顯 你怎麼這麼生氣呢? 或者人家真的想走大三八 吃葡國菜呢? 如果真的這麼坦蕩蕩 為什麼井橋要跟大家說謊 說約了舊同學呢? 因為你也知道, 你一說出來 明Sir, 明姑娘一定會阻止你的 怎麼被人賣場呢? 人家的出發怎麼都是為了農福呢? 深一句, 是為了公司 還是你的限量版手袋呢? 又為神功, 又為弟子, 不行嗎? 行, 但是你就是為了兩個手袋 這麼大把就自降身價 是兩個加上十多萬個手袋 還要有錢也買不到 俊賢就是有錢也買不到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們有頭有臉怎麼會隔眼來的 井橋, 你們可以拿完手袋 再銷售提案 那不就功成身退 你有辦法嗎? 有這麼容易嗎? 你有什麼做不出來? 廢片 你依次赴約 立刻對一份提案給他簽 然後一等手袋到手 就立刻假裝心情驚慨 大吃大喝 最好之前就叫生蠔、魚、海膽 絕對容易弄肚子痛的食物 然後就說那肚子很不舒服 要回家休息三五七天 怕也陪不到他去澳門 連送機也不行 就在那裡抓他一路順風 快閃走人 阿松到時候見到你這樣的表演 都知道你對他沒意思 他不會弄壞臉 硬來高舞台形 到時候你不用付出任何代價 就得到這份光榮 是兩份, 贏了 好像哭得通 鄭小姐, 你今晚很漂亮 謝謝 村上先生 我今天有些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談 我也有些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說 我想正式跟你開始 我希望你很快會有另一個名字 不是摘西大鴨, 是村上橋 我想我要很認真地想想 村上先生 不知可不可以給我一頓飯的時間 考慮一下 一頓飯, 沒問題 請上菜吧 我今天不想吃中菜 多吃一點, 一定會假裝肚痛 盡可攻, 退可守 不過蠔肉真的很鮮甜 仔奇小姐 我看你也很喜歡吃生蠔 對, 我很喜歡吃生蠔 尤其是魚生 那就適合去日本住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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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來收袋?我還沒推銷 村上先生, 我們來談談 這麼快談公事 對, 因為有好事 說話可以幫助消化 上先生, 可否跟你提過 我想用日本四季的特色 來做設計的意念 我想了四款頸鏈 你看看 是, 春櫻如月 紫陽之下 深秋紅葉 還有霧雪松梅 新鮮滾熱, 簽了, 明姑娘 你早就找村上重簽約 那人也走了, 送選也很應該 你不是打算和他去澳門嗎 他本來有叫我 不過我推了他而已 你請他吃檸檬 他也肯和你簽約 很想知道為什麼 好, 非常好 真是一山環又一山高 當初我見到你 因為你好像我的初戀情人 所以對你是好感 原來在你這麼美麗的外表之下 真是才華讓人 你最好 說真的, 我也很欣賞我自己 你的限量版來了, 送給你 村上先生 這兩個手袋我不會要 好,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發現這件事 原來不用穿什麼漂亮的衣服 什麼漂亮的袋 所以我也可以很滿足 很喜歡現在這個我 村上先生, 你剛才問我的問題 我現在可以回答你 對不起 你收了它 這份禮物是我送給我尊敬的 龍福首席設計師, 井橋小姐 希望你收了它 預祝我們合作愉快 謝謝你, 村上先生 謝謝你 是兩個 原來如此 弄不完, 弄不完, 弄好了 弄好了嗎? 沒有, 那條去水喉 裡面有些東西卡住了 所以去不了水 卡住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 可能一些人不小心下雨在裡面 你是不是我結婚戒指? 走吧, 弄不完 謝謝 怎麼會在我這裡? 當然是我煮飯洗飯的時候 不小心掉了, 我不知道 掉了在渠道裡 你小心點, 不要再不見了 其實這個戒指已經沒有意義了 我已經離婚了 再不是馬浩文太太 我現在的身分 是龍福的首席設計師, 井橋 謝謝 梅Sir, 待會你下背後 順便幫我把這個戒指融掉 這是結婚戒指, 你決定了嗎? 我叫你融來融吧 融掉之後的資料, 你打算怎麼樣? 寶叔 好, 麻煩你把融掉的資料 照著這個圖幫我打我的新戒指 我還算錢給公司 沒問題 謝謝 有名堂, 天使的提醒 為什麼? 每個人的心裡 都可能同時住了一個天使和魔鬼 帶著這隻自己設計的天使的提醒 當心裡的魔鬼要走出來的時候 看著它來提醒自己 偶爾我也能做到一個天使的 既節能, 又環保 看清楚標籤上的資料 就可以作出最綠色的數目 選用貼有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 既節能, 又環保 好, 看清楚標籤上的資料 就可以作出最綠色的選擇 付出多一點, 但你和下一代所獲得 一定比你估計更多更好